我就以为我们林老师 我们这段时间在贴心的过程 都是林老师在暗淡来介绍这些外面 跟大家练习好不好 有五彎 我们越南的学生 软青江 还有我们大陆的张穗 也是我们这一次 我们这个班的班长服务得非常棒 还有我们大陆的四川 还是桂林的那个彩兰 田彩兰 还有我们印尼的朱秀逸 还有他的儿子 一个个案跟想法 所以我们这一次有机会 就是说新港这边 有二十几位的外配朋友 那请我来帮他们 就是指导一些无国界料理 那无国界因为我们好像联合国一样 因为我们里面有越南大陆 印尼柬埔寨 其实我们刚开始也非常的惶恐 因为来自不同样的国家 你们有你们不同样的口味 像我在上课的时候 我那个学生说 老师辣椒多一点 辣椒多一点 我投降 为什么 因为你看碰到那个四川的学生 辣椒好像他的点心一样 好可怕 那越南的呢 他可能用余路又蛮多的 当然我们在一个课程里面 就是说也让他了解到 你们在台湾 教学的过程 或是你们有兴趣的话 那他们都很紧张 所以你们提出来的问题 要简单明了的 因为我有跟他讲说 如果等一下我们有一个短短时间的互动 我想他们很愿意来跟你们做一个互动 好这个机会 就是自己可以有一个厨房 然后来做他们比较拿手的炒菜 然后来做一些像产业或是贩卖 所以其实目前有这一群姐妹 他们其实有这样的一个目标跟愿景 但是其实的确会受限在 不管是说要不要食品符合食品卫生法 或者是有没有空间或设备 预算怎么来房子去哪里租 像我们就没办法有田地 我怕等下回去姐妹说 主任我们怎么没有产业的钱 我们就有什么管理队 我不知道 其实因为刚好有这样一个机会 刚好理事长跟我们联系 说他有这样的规划 所以其实今天我们还蛮高兴 有机会可以来这边也做一些观摩 然后因为其实我们这些社区社团 还有姐妹们 大家都在都是在在地的社区 然后都有在做那个姐妹的服务工作 所以我们今天就会到这边 来做一些参访是这样的原因 谢谢 我们个人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第一 贵宝地的那个新移民 是不是人数很多 还是说只是少 然后第二 就是说你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 一个地方是私人土地 还是台湯的提供 还是都你们想做的 谢谢 那我们有一种想法就是说 外配不管怎么样 在新港已经相当的严肃 已经很达到 所以我就开始在想这一块 那土地的部分就是说 你们进来那个铁道 我那个影片里面 我刚开始是什么都没了 所以我会批判我们故乡 景观崩溃 你们的生活崩溃 就是因为看到什么都不像样 那住在这个故乡干什么 如果坚定要做就是 进来要让你们感觉到 把故乡找回那个概念 我们共同记忆那个故乡是什么 未来要营造就是说 希望外批他们 把他们的故乡营造在这里 所以我那个土地 慢慢去延伸这个 我会找他们 我们一起来谈这一块 希望未来它变成一个产业 不是指引 不要说我把一个东西 营造出来使是给人家看的 好 好 中文字幕——YK